我想问你啊 可能这些文化课的东西还好学 真正去驾驶飞机的时候 你害怕不 没有 我真的是觉得 那个驾驶飞机要比 这个学习飞机要简单好多 我真有点不信 你第一次坐到那驾驶室里边 第一次自己要把飞机开上天 那飞机离地的一瞬间 没害怕吗 没有 我真的觉得好可爱啊 真的好好玩 我们那个教员还比较温柔 然后呢也 所以导致了我也没有说特别的紧张 然后呢我第一次驾驶到飞机 因为它是也是分批的嘛 先给我擀 然后我在手里呢 亲切的就晃着 因为当时没有控制的很好 然后就在一个操场上 就一个大草坪 大停机屏障 然后呢周围全都是草啊什么的 还比较美 然后呢我就驾驶这个飞机 我想上哪就去哪 当然没有那么亲切 但是已经去飞了是吗 对 离地的那一瞬间我都觉得 哎呀真是太 这个大玩具真的是太好玩了 没死了那会儿 真的是特别高兴 我肯定在想 如果上下班能开着这个多好 是 无法动车 是不是 是 想上哪上哪 对 真的是想上哪上哪 想停哪停哪 我特别想问一下你啊 当时它开动直升飞机那一刻 你当时在飞机上吗 我不在 我在下面 你就在下面看着 担心吗 方向盘 右边只有一个教练 教练脚下有一个刹车 但是飞机你们注意看 就是电影展示 里边飞机的所有的飞机 都是左边一套系统 右边一套系统 这两套系统是同时在动的 就是右边的人动了 左边那个 左边那套系统也在动 如果右边没有人 左边那个人在动 你就看右边那个设备 跟着你一起在动 换句话说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就是说如果他这边操作 有什么不太得当的地方 右边那个人可以及时地补救 对 所以你是非常有信心的 我对他们的教练很有信心 当时有老公在旁边站着 在底下看着你 当时是紧张还是开心 我当时都没有看他 他多伤心啊 他忙着笑 忙着微笑 只能证明我们俩的心态比较好